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昨天晚上是前往了聯合大學去演講 那現場就有一名大三的學生 可以說是犀利的提問 他就問趙少康說 目前兩岸的這個九二共識 根本就沒有共識 那你認為未來要如何達成 雙方會談的條件呢 對此趙少康就說 九二共識本來就是各說各話 你就把它當成是芝麻開門 芝麻開門門就開了 至於芝麻開門後面是什麼 你管它是什麼 重點就是態度 而現在民進黨逼著北京講清楚 因此兩岸就僵在這個地方 北京你說 九二共識是不是中華民國 你說 你承不承認 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你是北京你會承認嗎 你會承認 你當然不承認嘛 我本來沒有跟你爭這個 本來就是大家打個馬虎眼就算了 你非要逼我講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我就跟你講說亂講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情況就是這樣子 本來沒有到這麼僵啊 本來就是你講你的我講我的 大家就混一混就混過了 不要再追究內容了 現在非要講清楚 好非要講就講清楚嘛 講清楚啊 好了現在就僵在這裡嘛 那民進黨怎麼可能承認 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那北京怎麼可能承認 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呢 大家都不承認啊 所以就僵在這個地方 那我的問題是說你兩岸到底要不要繼續談下去嘛 你要不要合作嘛 你要不要和平嘛 你要的話 如果你把它看得很嚴重 說老共說一個 九二共和國就是一個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當然不用談了 假如老共也不再堅持 不要講清楚 你就把它當成芝麻開門 芝麻開門 門就打開了 芝麻開門是什麼 你管他內容是什麼 看你怎麼看啊 完全是存乎你的態度了 一定要我跟你講 政治就要講清楚 不講清楚我就不跟你甘休 那就都不要談 也可以啊 那你就不要賺他一年1600億美金嘛 好接下來看到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近期陷入萬里老家違建的爭議 老家不但被有心人士改名成賴皮療 甚至有人在Google接近圖發現了 疑似有國安局人員在現場震哨打掃 而對此國安局也有了回憶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質疑假公祭司 台北市立委候選人游淑慧也轉貼照片表示 當國一家都是他家 國安局說明 有關現任總統副總統及大選各組候選人等 安全維護對象之警衛安全 特勤中心都依據特勤條務規定等實施維護 至於所謂特勤人員在賴宅掃地儀式 由於賴副總統18號將返回獄所 所以才派人針對周邊環境實施安檢後 協助獄所工人移除清潔工具從未派人進行打掃工作 而賴清德競選辦公室發言人郭亞惠也解釋 事實上萬里老宅家戶周邊的撒掃清潔等事物 長久以來都由賴家親友與委託友人打理 從未詭由國安特勤協助 賴清德這個萬里老家違建爭議 可以說是沸沸原朝了好幾天嘛 那之前這個聯合報告公布的最新民調 發現這個賴肖佩跟侯康佩他們現在支持度是持平的 是不是跟這個萬里老家違建有關係呢 前立委陳學勝就說根據選戰來講 他認為這就是起風了有機會了 他說這就是氣勢 因為搞不好這一次的總統大選定勝負 不是因為台海也不是因為弊案相關問題 而是因為賴清德他說不清楚 處理不了的老房子 因為這個和大家的日常太接近了 陳學勝透露他無法想像身經百戰的賴清德 還有選到割斷侯的民進黨 居然會陷在賴清德老宅泥沼當中動談不得 特別是當Google地圖出現了賴皮寮的地標時 就代表這個議題已經進入了日常民眾生活討論 有憲兵站港 有民眾朝聖打卡 懂選戰的人都知道這不是好事 因為斷不掉而且越燒越旺 搞不好這一次的總統大選定勝負 竟然不是因為台海不是弊案 而是說不清楚處理不了的老房子 因為和大家的日常太貼近 陳學勝就提到 有綠營的學者曾經和他說 賴清德就敗在鋼幣自用 聽不進別人的意見 現在看起來好像有幾分道理 侯康這一場賽局就像是場馬拉松 只要維持穩定第二 而現在賴消佩里的配速出現問題 只要再跨過一間 他們就有機會勝選 好轉換焦點來看到政治的消息 距離2024的大選還有24天的時間 而台北市選舉委員會今天舉辦 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號次的抽籤 而如今抽籤的結果也出爐了 帶大家一起來看 國民黨勝利 立法委員選擇 台北市立委候選人景田抽號次 市長蔣萬安帶領國民黨籍候選人 祈求拔銜過海 但仔細瞧瞧拔銜怎麼少一些 直到眾人點完勝利之火 跑錯長的中正萬華選區 鍾小平才趕到 現場只好再點一次聖火 鍾小平共算 好我們再點燃一次聖火 大家一起點燃勝利之火 除了這場烏龍之外 今天還有不少特殊鏡頭 參選士林北投區的賴宗裕 是重度腦麻患者 他開著電動輪椅上台抽籤 結果跑過頭 工作人員趕緊請他掉頭 並將籤筒遞到面前 由他抽到3號 而另一個吸睛的鏡頭 是在中正萬華區抽籤時 曾向館長陳之翰下戰帖的 前屆美國手林志成 帶著盾牌和獎盃上台抽到4號 他喊完口號 騎士拉滿就急著下台 完全忘記還要簽名 結果被工作人員請回台上 而他離場時也擋住主鏡頭 從上台到離場 三分鐘內搶足鏡頭 至於決定不分區立委席次的政黨票 國民黨由排名第一的韓國瑜抽到9號 他開心地說 疫經最大陽數是9 呼籲所有好朋友繼續支持 國民黨中華民國長長久久 媒體追問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的老家違建問題 韓國瑜不願正面回應 區域立委和部分區立委選舉 進入弱博戰 藍綠兩黨誰能拿到國會過半席次 各界都在關注 而部分區立委選舉政黨號次抽籤 結果也在今天揭曉了 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是6號 國民黨則是9號 而民眾黨則是12號 沒錯 那這個就是今天抽出來的政黨票號次 那今天其實抽出來的還蠻多的對不對 對 其中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第12選區抽籤時 還發生了一些小插曲 台灣維新黨的成長式抽籤時 裸著上半身還高舉放下對立的手牌 引發了大家的關注 選舉區登記候選人共有三位 現在啟發新日代將籤套置入籤筒 陳先生要請籤筒一下 好 今天大家為了抽籤 可以說是各出其招 除了有人裸上身之外 我們接下來要請大家 把目光放到了高雄 高雄市也是在今天舉行的 這個立委的抽籤號次 那今天一早民進黨的 高雄競選總部主委陳其邁 是陪同民進黨內的8名候選人 一起他們要團結拚勝選 那大家現在看到的這一位候選人 他則是國民黨的高雄市立委候選人 陳美亞 他cosplay成了這個 火影忍者裡面的剛手角色 造型可以說是全場最吸睛 今天高雄市立委號次抽籤 綠營打出團結勝選的口號 一大早陳其邁就陪同高雄 對8位立委候選人前往後次抽籤 他表示這一次總統立委選舉 台灣人民要用選票做自己的主人 而另外第六選區三角獨擊站 國民黨高雄市立委候選人陳美亞 不讓對手黃捷專美於錢 在今天cosplay成了火影忍者當中的角色 提供一下 有供應者的國民ату